让台湾制裁俄罗斯 但是要援助乌克兰 可是呢 援助无门不得其门而入 这很扯吧 我目前的这个要捐款给乌克兰的金额 大概是3亿嘛 有3亿的捐款 还有相关的物资 我才知道原来是透过波兰 透过波兰 而且是层层转手 才有可能送到乌克兰 所以 因为我们有互设代表处 那所以就把这一切都交给波兰来统筹 那有可能乌克兰人民 根本不知道这是台湾送过去的 对 我先补充补充一个背景资讯 就是我们是在1992年跟莫兹科 就是说跟俄罗斯签署 就是说互设这个代表处的这个协定 那所以1993年这个正式设立 那到今年 刚好是这个签署协议的这个30年 今年刚好满30年 那我今天有一个梗 就是说如果两边电话都没换的话 其实可以打通电话 你们直接接到这些 叫你借钱的 不是你就不要那么不友善 你可不可以友善一点这样子 去了解一下 对就是这个 这个当然是 我是要强调两国 其实有30年的一个互动 那当我们被列为不友善 其实外交部是应该要寻求一些管道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刚刚讲到这个援助的这一块 我最近刚好看了 其实你知道我们不知道 我们很多台湾人不知道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好 我最近为了想要了解乌克兰这个国家 所以我特别去看了泽伦斯基主演的这个人民公仆 哇 然后呢 这部戏哦 看完之后 我跟你讲 我真的 你想偷他 不是不是 第一个我知道他为什么他会当选 就是说这部戏真的 你看了你会觉得很喜欢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里面凸显出乌克兰政治经济里面的很多 很有问题的地方 好我举一个例子 泽伦斯基他这个里面的那个角色 他当选了总统之后 他先喊了一句 我讲的都是觉得都跟台湾有点类似的剧情 他说要海选官员 他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然后呢 就成千上万的这个履历表寄来 然后他在那边筛选履历表 他筛筛筛筛 他说奇怪 怎么都没有学历好的 然后有一个人就说 这里有一份 然后他念一下 哇 这个是教育双博士怎么样 不错 一看名字 亚努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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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那个流亡总统 他们故意讽刺的 他说他怎么可以来报名 他说没有啊 你又没有限制他 不行 然后结果他就把这个履历掉了 他在讽刺说 那个乌克兰高学历的都是 就是这种 这种人 很糟糕的人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后来他们实际要筛选了 然后呢 比如说一个财务部长 然后呢 就上百人过来要面试 然后他们说啊怎么办 这样我一天都面试不完 然后呢 结果那个幕僚长就跑过来 在那个一百多个那个面试人 前面喊了一句说 我们现在已经改了规定 只要贪腐唯一死刑 然后呢全部跑光 剩两个 然后呢 那两个 最后我讲他本来要海选 结果你知道那个 那个 因为他那时候是一个总理跟总统 他是总统嘛 然后呢他们的总理 其实还是大权在握的那个人 好 然后呢 总理就拿了一份名单给总统 然后海选还没有结束 总理就拿了一份名单给总统 总统你看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要选这五个 你懂吗 就是其实 海选的都是总理安排的人 所以这代表了什么 这个国家 他们在玩 就是说他那个剧情是在告诉你 我们他们在推的改革 最后都会被保守势力推翻 而他那个剧情不断的在强调 他为了要改革 如何的跟保守势力对抗 好 那里面还有一段 我觉得也很有趣 他就好不容易把里面的五个官员 任命他的包括前妻 包括他的剧情 那个剧情 前妻他的国小同学 这些就是他的青梅竹马 好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有自己人在里面 他比较好做事 然后呢就有国安局 就是那种国安高层 跑去找这五个人 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然后就写了一个数字 比如说几十万 然后呢 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金额 去谈这样 每一个都去说服 然后呢 最后 一开始他们那五个都不收 然后最后 泽文斯基叫他们 那个里面的角色 叫他们全部都要收 他们就全部都收费 然后电视台就报了 说你看 新总统的那个任命的官员 每个都收 然后呢 他在 你知道他在预判他的预判 就是他在拍了一支 他就 总统他在公布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 他们是来贿赂的 我们收了这些钱 我们是要拿去 当证据 不是 支付给 那个 我们政府欠薪 因为他们政府欠了 三个月的公务员的薪水 还没有给 所以他说 把这些钱 这些钱都是所谓的 那些寡头的 这个富豪的钱 然后就他们说 他们收了这些汇款 全部拿给 公务员发薪水 然后还把那个 他们行贿的那个过程 全部拍下来 所以是反收政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过去是贪腐 然后呢 这么官吏 官僧败坏 其实我看完那书 连续剧 一方面是觉得 泽伦斯基难怪他会当选 因为他抓到了这个人民 对这个乌克兰 传统政治的不满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这样的政府 你知道 泽伦斯基才上任三年 他有办法全部改变吗 所以我现在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还好我们是 你刚刚说 什么层层转给波兰 我说还好我们是 现在是给波兰 如果今天 直接交给乌克兰政府 你不知道那钱 会跑到哪里去 他里面还有一段很有趣 又跟台湾有关系 叫天坑 泽伦斯基他有一天发现 奇怪你们修路的工人 在旁边打牌 喝酒什么 就是在那边聊 他说奇怪 你们不是在铺路的吗 路那么烂 怎么都没有铺 他说我们的石头被卖光了 被盗卖光了 所以我们没有石头 可以去修这个路 铺路 他们连那个 修路的材料都没有 可是他们说 因为那个市政府 叫他们一定要出来 所以他们还是假装要出勤 所以根本没有修路 可是他们还是要出勤 这样 后来泽伦斯基就去研究说 那到底 这个修路的预算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 原来那个部长 他专门把修路预算 修他加到他 那个官邸的那个路 就是官员只修 自己加到自己官邸的路 那个路都很漂亮 然后他就拿了好几张的路 他说你看 这是 比如说这是 芬兰的 这是瑞典的 这是白俄罗斯的 就是说 他们都可以修成很漂亮的路 为什么我们不行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我们的路都那么烂 好像是在 被战争侵袭过后的那种 然后那个官员就说 因为我们没有钱 然后他才发现 原来钱都被这个 一层一层一层 收回扣收光了 然后收到最后面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那些工人 没有 就是说没有石头 没有材料可以去那玩 因为工人拿不到工资 就把那个石头 把这些材料拿去倒卖 这就是 我看我傻眼 我说哇靠 他的某种程度 他的戏剧 虽然说是政治讽刺 但是他某种程度 是呈现了这个国家的特殊文化 对所以 当你看了 你就觉得 哇原来乌克兰是一个 这样的国家 当然他也许是夸大 但是你从这样看 我真的就觉得 庆幸还好 我们的外交部的钱 没有直接交给乌克兰 那你说层层转 到底能不能进去 现在绝对都还没办法 其实你说包括那个 募款还有募一整个月 一整个月的这个款项 到时候可能有 也许是超过十亿都不一定 但是到时候款项要用在哪里 这才是重点 你看外交部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突然我现在有三亿了 我说我先提拨一亿去资助 这个所谓的在波兰的难民 好 你未来就会 你想到什么 你做什么 一般国际的这个救援 不是这样玩的 可是台湾真的好像就这样 一般是要你先拟定 所谓的救援计划 比如说多少钱 多少比例是要拿来做难民的救助 比如说你要多少是要让他们来台湾 比如说像今天 吴朝夕他昨天说 我们不排除 未来可能会让 乌克兰的这个学生来台湾救助 对那他们的学费 可能就可以用这样的一笔专款来支付 所以你要有计划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到 我们先给难民 明天想到我们去重建 不是这样玩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毫无计划 想到什么做什么 而不是现在层层转接 其实现在都还不会转到 那个乌克兰手上 包括那个医疗物资 医疗物资现在已经到波兰了 那应该是透过边境 进入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难民的这个 算是收容所 所以目前我觉得 还不会正式跟乌克兰官方 去有这个互动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乌克兰本身还跟 这个所谓的一中原则的概念 就是他其实还是跟 对岸就是有邦交的状态 所以有很多其实政治敏感 当然你可以说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去争取更多的盟邦 但是我觉得那个程序 还有这些相关的计划 都要讲得更清楚 而且我们要对乌克兰 有更深的了解 否则很有可能 这些钱都没有办法 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对就是你会发现 你制裁俄罗斯没计划 援助乌克兰也没计划 通通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那说到乌克兰 因为我们过去其实曾经 和乌克兰有建立官方的 一个沟通管道 那在扁政府时期 好像双方的国会议员 还有中央部会的官员 事实上还是有互访的 不过之后就台污关系 就呈现停滞了 那大家也在关注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 我们的外交政策 长期失衡偏时 所以你不经营 那你最后搞到现在 你连送东西 你都只好这样子 其实应该这样讲 刚刚特别提到扁政府之期 最近网络上在流传一张照片 当时在当台北市长的阿扁总统 跟当时在跟莫斯科当副市长的普丁 他们有合照过 他们还有互访过 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还没有当领导人之前的合照 非常难能可贵 那长期以来我们也知道 乌克兰在过去两岸的立场跟政策上 其实一直都是支持中国大陆的 支持中共政权 那所以如果今天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 对我们对民进党来说 他们是中共同路人 对民进党来说 乌克兰就是欺负我们台湾人 不能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的一个对手 那为什么今天突然话风匹变 昨日总总譬如昨日死 今日总总譬如今日生 对不对 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他们极度的双标 因为为的是达成他们自己在 下一次选举当中最大的利益 而且你看过去 其实我们跟俄罗斯的一些交往 真的确实是比较深刻 刚刚不提 就是说我们有来自俄罗斯的一些天然气 甚至一些煤炭 这些的进出口以外 更重要就是说 其实俄罗斯非常多的好朋友 也来到我们台湾去就学 去读书 像我们自己在师大那一带 就有认识到非常多俄罗斯的朋友们 他们来交换来学中文的也看到非常多 所以其实说老实话 论国际关系的交往上 我们确实跟俄罗斯的交 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好 那再讲回来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国际的一些舞台上 策略上 如果按民进党这样的态度 我们所有事情都要选边站 那我跟你讲 我们去的国家可能只有一半多 甚至更少 因为任何只要跟美国为敌的国家 我们通通不能去 对不对 任何只要对美国 这个不仁道的地方 我们通通不能去 甚至按照民进党的最高道德标准 我们连自己的邦交国 好几个都不能去 因为他们的元首并不是民选的 他们的元首制度 可能甚至很多都是世袭的 或者是以国王独裁的政权去方式 可是这就是国际政治 国际现实 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一个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立场 然后看能不能在我们共同 有默契的议题上面去做合作 甚至去建立一起邦交 不然过去为什么我们在去批评很多一些 非洲国家 如此的独裁 如此的血腥 但是却忘记我们几年前 跟他都还是邦交国 所以其实中华民国政府 尤其现在蔡英文政府的领导之下 我们长期要在很多的国际议题上 选边站 这个方法是错的 我现在就可以再讲一次 这个方法是错的 我们不要轻易的选边站 因为台湾没有多少选择的空间 没有多少叫板的能力 我们不像美国 我们不像美国有这么多的输出 或者是这么多的外汇 没有 我们唯一能拿在手上的 就只有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然后呢 你还有什么吗 台积电我们自己还会常常会停电 刚刚刚山又停电了 又停了 我们高雄刚山又停电了 就在两点十几分二十分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们当我们自己能力都不够的时候 我们拿什么去跟人家叫板 这就是我一直很疑惑 民进党政府永远要在 所有的国际谈判上面 踩到最后一步 跟你喊说 你不支持我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你不支持我 你就是民主退步 拍赞 真正在搞民主退步 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所以我们要去看透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要去分析说 民进党在他的国际战略 国际策略上 并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 外交不就是上罚为和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用这个外交的方式 就用和平的方式去处理我们 很多让国际上去争取支持 倘若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场合 都跟着美国一起叫板 好我们接下来 要怎么样进WHA 我们要接下来 怎么进入WHO 我们要国际的民航主持 我们要怎么进去 更谎论更多联合国辖下的 非常多的一些组织 我们要怎么进去 难道我们不要把一大堆会员国 得罪完了一遍之后 然后再说 你们不让我进去 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吗 不好意思 依照国际现实 当中国同路人 跟当你台湾的好朋友 可能当中国同路人的 红利会比较多 那台湾你到底还剩下什么 所以我真的在这边 诚挚的跟所有的1450 跟817的朋友们 我拜托你们 在很多游及上 国际上的议题时候 我们慢一点想一下 让子弹飞一会儿 不要这么轻易的 跟着美国直接喊 这样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可能远大于喊出去 之后那个爽感 子弹现在还在飞 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目前这个恶物大战的 一个最新情势 那我们知道 他们第三次谈判 意料之中 其实没有什么突破 那现在定下一次 在3月10号 可能在白俄罗斯 可能在土耳其 那普丁呢 这次一些条件 还是踩得非常硬 开出了4条件 那最主要的最关键是 他希望乌克兰要先停火 他也就是要乌克兰 放弃抵抗 这有可能吗 凯湘你刚刚讲 你觉得整个战况战局 不管是在战场的 还是在外交上的 都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前几天 然后呢 差不多 所以你说在接下来 这7天之内 就会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吗 因为 我觉得其实现在 现在整个在乌东 真正在战场上面 我要听到赖教授的声音 他应该有更精皮的说法 就是现在看起来 在真的在乌东 原本乌克兰的主力部队 然后呢 现在还是在一个 很混沌不明的状况 不晓得到底状况是什么 可是有几个 有几个迹象可以 是可以参考的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这个 俄罗斯的部队 是逐渐的在往前线推进 然后它的这个控制的区域 越来越大 它的包围圈越小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原本在这条防线上面防守了 就是乌克兰原本就在这边的 这些正规军或这些民兵 然后他是这个国家里面 最能打的一群人 那如果这个包围圈 是逐渐的收紧 然后呢 俄罗斯掌控的面积 是逐渐扩大 代表这些人 要不是撤退 就是被打败了 那乌克兰没有什么 有身的力量 没有什么预备队 可以投到战场里面 你把能打的老兵 然后呢 这个有战力的部队 然后如果都消灭了 那你接下来这个战局 就会一面倒啊 你居然派新兵去 他也不可能有同样的战力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概就是 接下来大概不会很快 而且开人道走廊是为什么 就像我前面讲的 如果我今天要直接把你炸烂 我就不需要开人道走廊了 那我开人道走廊的意思就是说 我准备要开始把你炸烂 那其实就是一个 最后通牒的意思啦 你前面 前面我跟你这个 有限度的打文明的战争 这个游戏大概快结束了 我接下来要跟你玩的 就是让你看看战争的本质 我觉得他这个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我也觉得 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说 人大走廊上面是不是有平民被射杀 这件事情眼界也外面太小了 应该要把它视为是整个战场上面 最后通牒的意思啊 就是要开始玩真的了 那玩真的的状况恐怕就 还没玩真的啊 应该已经开始在玩真的吧 好几天了 没有玩真的啊 你看到那个城市都还没有 你还没有看到像是那种 你看如果去找网路上面的影片 你去看俄罗斯在打叙利亚战争的时候 他的空天军跟战略轰炸机 是怎么炸那个城市的 那个就是你看不到那个飞机 然后他就会呼啸而过那个很大的引擎声 结束之后你就看到整面的地上那些房子啊 然后就开始发亮 发亮 什么是发亮的意思呢 就是他是一个面积的 他也不跟你精确 精确轰炸 他就是不是说特别炸打动建筑物 他就是整块就直接炸烂掉 这才叫轰炸 这才是他在叙利亚去打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去打这些叛军用的手法 他在乌克兰就没这么打 他就没有想要这么打嘛 那其实还有几个端倪啊 我觉得 我其实有一几个小讯息 在台湾这边其实都看不到 你必须要上穷必落下黄泉 去看俄罗斯或乌克兰文的报导 就是很多这个俄罗斯现在的占领区啊 开始在做些什么事情 开始在拿就是拿跟所有的占领区的民众说 你可以拿你手上的乌克兰币来跟我换卢布啊 你现在讲卢布不值钱对不对 但人家其实就是对乌克兰币可能更不值钱 然后拿去换卢布 然后如果只要战争打赢 他就回升啦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其实对乌冬的掌握是胸有成竹的 对占领区的掌握是胸有成竹的 一方面收拢人心 再来你看他已经在执行 类似战地政务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看起来这个态势是很明确 你乌冬是绝对不可能反推的 前几天刚刚结束这个周末 你看很多西方媒体的或西方媒体也确实大批报道 然后说乌军开始在反推 在很多基辅要反包围啊 在卡尔科夫要反包围 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些动作 有确实有 但是呢 但是呢 几天过去了 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然后呢 这些可能也是乌克兰最后的家底 打光了 你接下来在战场上只会被俄罗斯预取以求而已 好 那在谈判桌上呢 好为你整理啊 这个是第三轮谈判 克里姆林公所列出的停战 四条件 第一点就是乌克兰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第二个就是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 第三个就是乌冬的两个共和国要承认他们独立 好 第四个呢 把中立地位入线 也就是放弃加入北约 好 那3月10号呢 将可能在土耳其 后来就传出可能在白俄罗斯展开三边会谈 好 那感觉上好像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是派出外长嘛 外交部长 外长对外长 这是不是目前一个最高的层级 那我要先为您介绍这个小时呢 除了田芳荣跟我们一起讨论之外呢 还有赖岳前赖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历史哥 大家好 我以为你要讲出什么 一下下我一下 突然切换没过 因为平常我在开场这样 好 那我先请教教授 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一次的第三轮谈判 其实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啦 就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除了在这个人道走廊的部分呢 有比较积极开通 开通了六条 但是听说乌克兰也不满啦 他就说你这个 这通往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3月10号的 要举行的这个三边会谈的部分 我印象中在过去的层级 没有这么高吧 如果这一次真的是外长对外长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 会不会比较可能有所突破了 我觉得每一次的谈判 还是有进步了 还是有是不是 对因为第一次的谈判是 大家都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 那第二次的时候就已经有谈到 人道走廊的问题 那当然当时有达成协议 后来在执行的时候 那双方各指责对方没有遵守 达成了协议 但是至少前面停火了几个小时 可以让一些部分的人可以离开 这个比较第一次来讲 那这个就是进步了嘛 那现在第三次的时候 还是有进步 因为您刚刚讲的开了六条的人道走廊 那即使没有通往波兰 通往白俄罗斯或是俄罗斯 你只要是难民或者是外籍人士 往白俄罗斯或俄罗斯走 他一定把你送回去嘛 就是送到你要的目的地 例如说假设你是日本人 那你到俄罗斯的时候 他还是会辗转的把你送回日本去 或者是送到哪一个 例如说波兰的一个转接点 然后再从波兰运回日本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进步 因为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有进步 那照如果说在第四次是外长对外长的话 那一定是政治性的谈判 也就是说他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我觉得他的格局就不会只是在技术性的 他会再拉高一点的 拉高一点那这个态势基本上来讲 也就是欧美的就是北约了 北约对乌克兰的态度 我觉得就会起了一些重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说北约对乌克兰的态度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北约评估 乌克兰已经大势已去 守不住 那对北约来讲 他们就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不就是整个打到底 然后要不就是各让一步 然后让这个战火停下来 这个战火停下来 这样子然后再来讨论下面一步嘛 反正现在北约在事实上已经不会让你乌克兰加入北约了 不是口头上了 你就是进不去了啦 我不要你啦 他的行动就摆明了嘛 因为乌克兰的行动是摆明 我就是要加入 那北约的行动就是摆明 我就是不娶你 我就是对嘛 我就是不娶你嘛 一个愿意嫁 一个就是不愿意娶 那么不愿意娶的人嘴巴还讲得很漂亮 像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主权 都有自主权可以加入 你不能剥夺他有这个权力 所以你不能剥夺乌克兰有权力要加入北约 那北约也有自主权决定那要不要取乌克兰 对不对 所以你俄罗斯不能逼我 说我不能够没有权力 我一定要有权力能够要取还是不取嘛 那这个就是颜面上 好但是实质上我就是不取 实质上 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很闷 因为当初就是你一直骗我 我本来我跟俄罗斯是老情人 我跟俄罗斯这个老情人呢 我们既好又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好的不得了 有的时候又一起吵架 就是死好死坏 死好死坏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小三就是北约 你一直勾引我 一直勾引我说叫我嫁给你 一直勾引我一直勾引我 然后给我开了一堆条件说 如果你嫁给我的话 我要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吸引我 吸引我到最后我就好 我要断绝跟我老情人的关系 可是老情人说不行 我当初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 我死了你看二次大战的时候 我为了你跟德国人打仗 死了百万人 在这个地方百万士兵 在这个地方血战杀杂 所以我为了你 我已经在二战的时候死了百万人 而且呢我为了你在二战之后呢 我把我的重工业 我把我的科学家工程师 我的大量的人都移到你 乌克兰这边来 我为了你我连克里米亚半岛 本来是我俄罗斯的 我都交给你乌克兰了 我已经我极尽办法讨好你了 而且呢我为了你 我的天然气被你偷 我都认了 你欠我钱我也认了 我都为了你都这样做这些事 你最后你要移情别念 我没办法接受了 然后我就警告你哦 你如果移情别念的话 我一定会报仇 我一定会报复 我一定会霸凌 暴力相向 我已经告诉你 我一定会暴力相向 那乌克兰就很害怕 乌克兰的女生 她很害怕很害怕 然后她就跟北约说 她会跟我暴力耶 她会 恐怖情人 对她是恐怖情人耶 然后北约就是说你放心 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 对不对 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 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有三十个会员国 我们的整个国防预算 一兆多美元 俄罗斯才六百五十亿美元 我们有一兆多美元 我们的人口有四五亿人口 不对更多 因为欧洲就四亿五千万人 美国有三亿多人 然后我们的人口 有八九亿人口 比俄罗斯多了五六倍 国土面积大 人口多 钱多 军队多 飞机多 航母战斗群多 我都多俄罗斯十几倍 好 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 所以乌克兰就铁了心了 立宪 说我一定要加入北约 宪法上立了 然后呢 摆明了一个态度 就是我不怕你俄罗斯 因为我有一个新的情人 他给我做支撑 结果呢 好了 这个旧情人 恐怖情人 最后就警告这个小三 说如果你真的娶她的话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做 然后呢 这个小三呢 他就说 你不可以这样做啊 你如果怎么做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付你 好 结果他做了 做了以后 这个可怜的乌克兰人被打了 其实他不应该被打了 可是他被打了 因为暴力就是不对嘛 暴力就是不对 霸凌就是不对 他被霸凌了 所以他就回头来找这个小三 帮我吧 帮我吧 救我 结果各位观众朋友 您看 这个小三多么的不负责任 说我支持你 我的心永远跟你同在 虽然我们距离很遥远 但是我的心跟你是很近的 我会联合全世界的人 包括台湾在里面 我们一起加油 对你加油 你要勇敢的跟俄罗斯人 你的这个恐怖情人 要跟他对打 我们给你加油 给你加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哇这个真的是 韩台湾在内啊 就对乌克兰人加油 加油加油 好 可是乌克兰人 已经被打了遍体鳞伤了 真的很惨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小三勾引 这个乌克兰的小三 北约的老大 他叫亚美利坚共和国 他就坚若磐死了 我就是不出兵 你要我弄进行区 不干 你要我把石油跟天然气整个断 不干 你要我再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行啦 这样子俄罗斯到时候 真的会打我 连我都一起打了 所以我为了怕被俄罗斯打 所以我不想发动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 我对于天然气石油 我要完全不满做不到 然后呢 我要再加强制裁做不到 我要用金行区做不到 我要跟俄罗斯打做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的情形下 你这小三再加油 再加油 我精神永远跟你同在 继续说你要嫁给我 但是我不会娶你 好那教授 乌克兰撑得下去吗 因为普丁呢 他其实已经在这个 停战四条件当中 其中一个就是你乌克兰要先停火 那乌克兰会放弃抵抗了吗 最近这几天 因为刚刚朱凯翔 他觉得其实差不多了 真正惨烈的军事动作还没有开始 还没 还没开始 因为对俄罗斯来说的话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减少俄军的伤亡 那你要想方设法减少俄军的伤亡 那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的主力 尤其是具有高度杀伤性的武器装备 要想尽办法的去摧毁 所以你会看到他几乎都是用炸的 可是他又不像美国 因为美国当初炸伊拉克的时候 因为美国人钱多嘛 美国人钱多 所以美国人在炸伊拉克的时候 是一波一波 你就看到这样导弹这样飞 这样飞 可是俄国钱没有那么多 所以俄国你会发现 他第一波的时候 大部分丢的都不是很精准的炸弹 所以他的飞机要飞得很低 他的直升机要飞得很低 那因为你的飞机飞得很低 直升机飞得很低 你本身被打下来的激励就比较高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可是你看当俄罗斯把第一波的弹药 打得差不多 那是比较旧的弹药的时候 他开始用新的弹药了 也就是更贵的 精密度更高的 所以你看那时候在基辅的 也就是乌克兰的中西部的那个机场 八枚导弹 就把整个机场摧毁了 那八枚导弹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精准式的价格比较昂贵的 这个制导弹 那个导弹 那这样的话一个机场 一个庞大的空军基地 尤其是乌克兰的空军司令部 就整个就被摧毁掉了 所以我想目前来说的话 俄国已经大量的 已经把这些乌克兰的这些防御力量 已经摧毁一大半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地面部队 也就是俄军的坦克部队 我觉得开始要大举押进去了 那您说会不会一开始 就直接押进城里面 跟这个大城市里面的居民 或是跟乌克兰的军队进行巷战的话 我倒觉得如果我是俄国的话 我不会那么快的时间 就做这件事 我还是把它围起来 我围起来 然后我围起来以后 我先把旁边的一些小城镇 我再强调是小城镇 把旁边的小城镇一个一个收拾掉 收拾了 然后开始进入这个战场清理 那进行战场清理了以后 把你这个大城市的外围 都把你切断 切断以后补给就很难进去了 补给很难进去了以后 再为一段时间 就把你的水电关掉了 那也就是说你的物资粮食 尤其是新鲜的水果 猪肉鸭肉都进不去 再把你的水电关掉的时候 你的冰箱不能用 那你的物资的损坏率就升高了 你城市规模越大的话 你这个城市的这个统治者 就是要维持这个城市的运作 就困难越高 因为他的安全问题 卫生的问题 就会出来了 例如说我住房子的没有水了 那也就是我的排泄 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没有办法 缩前马桶排不掉的话 那这些都会开始产生问题 那居民没有办法再住在家里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离开 那如果难民越来越多 往这个欧洲涌进去的话 例如说五百万 假设到一千万 欧洲人就撑不住了 你看英国人最自私 英国人就是不收难民 他不要难民 他给钱 他说我可以给钱 但是难民 而且他千方百计的就是 签证就是很慢慢的 慢难民已经到了边界了 到法国这边来了 签证不发 然后他慢慢的 他就一张一张的慢慢 我这个行政程序一定要弄完 然后这个你帮我看一看 然后他再过两三天 这个你再看一看 他再过两三天 哎呀我们还在处理 我们不是没有处理 你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接办 但是呢签证就是还没下来 所以那些难民就卡在法国这边 法国也不想收这个难民了 法国也很烦 说你英国人不要虚伪了 所以你看部长跟部长 可以直接吵起来 你就可以知道欧洲人 他们的这种讲一套做一套 这个是漂亮极了 就是漂亮话人人会讲 漂亮事会做的人可不多 Depending 他们如此 请不吝点赞 看 他们 不 人民事